有消息指出薄熙来王立军的案件 已经交由中共中央的一个四人小组进行调查 并争取在8月前完成以及公布 分析指出目前对薄王案处理的主导权 已经完全掌握在胡温的手中 而近期一系列消息的传出和军中异动 也显示出胡锦涛拿下周永康的决心 博讯网24号报道 据接近中共中纪委的消息人士透露 薄王案的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中纪委副书记兼国家监察部长马文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 及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四人小组领导处理 贺国强担任小组组长 消息说第一阶段是要调查薄熙来王立军本身的问题 八月前一定要完成 争取在六七月初调查结果 孟建柱和贺国强呢 现在也基本站在胡文一方 从这点来看 胡文一方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导权 这个消息和前几天传出的 王立军将被判刑的消息一样 都传递出了一个同样的信息 胡锦涛想在十八大前完成对薄熙来案的处理和定调 现在在加速行动 香港南华早报二十一号报道说 中共方面会在六月以判国罪起诉王立军 并且可能判处王立军死刑 二十二号世界新闻报道 中共领导层决议在中共十八大前加紧处理 王立军古开来薄熙来三起案件 目前进展顺利 那么现在看来 胡文要在十八大以前 解决掉王立军跟薄熙来这一案 他有一定的用意 他一定要在这以前定下罪行 落下实实在这的罪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他还要就是把周永康跟雪寨派同党的一些罪行 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这样一来以后 他可以拿这些证据跟罪行去遏制对手 既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 而且还有一个王立军这样一个 特别合作的一个活口 不过世界新闻网的报道说 薄熙来案是有马文主持 与贺国强是组长的消息有出入 但似乎不管是谁主导 薄王的下场都不会好到哪里 23号解放军上将郭伯雄取消访日 并陪同胡锦涛召见和警告北京军头 再次强调坚决听从胡锦涛指挥 22号解放军报发表文章 再次警告中共军队中 亲周博的国防部长梁光烈及军中残余 不要制造事端添乱 夏小强认为 这些迹象表明 如果仅仅是处理问题到薄熙来 胡锦涛没有必要几个月来 一直让军队高调发声 很有可能是为公开处理周永康 及他的势力做准备 此外消息说 四人小组第二个阶段是要调查 薄熙来案牵涉的其他相关人员 例如原大连市委书记 县辽宁省委副书记夏德仁 以及原大连副市长 现任丹东市委书记戴玉林 和大连另外两名前副市长等 另外大连万达集团创始人 王健林也在第二期的调查之列 新唐人电视长春王子齐君卓采访报道